在高雄市議會的這場記者會是民進黨市議員高敏玲 控訴高雄市長韓國瑜還有新聞局長鄭兆新 挪用道安預算來反罷函 我們聽聽他的說法 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那應該要拿來做道路交通安全的宣傳的這個預算 竟然全部都被拿來購買網路的媒體 我們就看到今年三月呢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鄭兆新局長 馬上就開了一個360萬 後續還可以追加120萬的這個標案呢 全部來買了六家的這個網路媒體 所以我們嚴正的質疑 就是韓國瑜還有鄭兆新人謀不張 就是假挪用這個道安的預算來做真的反罷函 透過網路媒體的洗白方式 要來挽救這個韓國瑜的這個積極可危的負面聲量 議員說呢其實道安的宣導的預算是360萬 在三月份招標給六家網路媒體 不過他們認為呢A1的交通道安事故呢其實都是50歲以上的民眾 這些人其實很少用網路媒體 應該是要透過以往的像是電視或電台來宣傳 所以他們合理推測呢他們是想藉由網路聲量來洗白 想要透過網路宣傳政績 所以呢也質疑這六家媒體的身份 不過呢高雄市新聞局長鄭兆新他表示說 他們是根據研究報告指出網路媒體是目前最受關注的一個媒體 才會以網路宣導的方式完全都是依法來執行 這是現場最新狀況把時間還給棚內 這次是現場最新的一天